大早台北101大门深锁 这连员工也无法进入紧急停业消毒 因为当时传出有贵劫染疫 原本以为匡列隔离可以阻断传播链 不过11号基隆新增的两名确诊者 就有艺人和贵劫有关 他是自己一个人独自居住 平常他跟邻居并没有相关的互动 工作跟生活的时间大部分是在台北市 按15919市一名清洁工 平常都在台北上班搭车通勤 7月28号开始连续四天搭客运来回基隆台北 另外在8月2号还曾经搭捷运到中校复兴和永春站 不过幸好家人都住在外省市 因此没有匡列其他人 不知安养院住民 这连照顾人员上班前也得一一接受筛检 因为基隆先前传出养护机构多人染疫 是否不敢答应要求长者入住机构必须先裁检 没想到意外筛出有人确诊 他7月4号那一天出门去施打疫苗 打完疫苗之后都待在家里面没有出门 按15920是一位70多岁退休男性 7月4号就已经接种疫苗 因为家人安排他入住安养机构 因此接受采检 没想到被验出养性反应 不过在他接种疫苗后都没有出门 因此推论应该是被家人传染 基隆连续好几天 佳林却突然爆出两人确诊 是否不敢大意加速追查感染源 就是要防堵疫情再次扩散 所以我们就好像新一季龙采访报道